上个月立法会内会选举的时候 被公联会议员郭伟强拉跌倒地的陈志全表示 法庭已经批出他私人检控郭伟强 一项普通袭击罪的存票 施政人报道 立法会内会选举主席 建制和泛民议员爆发肢体冲突 陈志全被郭伟强拉跌倒地 拖行了几米 他事后报警又在上月底中筹了100万 上星期一去到东区裁判法院 提出私人检控准去申请 控告郭伟强普通袭击 星期五就收到法庭通知 可以去拿存票 可能我们以前都说民主派议员 在议会里被集 去了报案 可能过了大半年都好像不了了之 我们今次就是不想这么被动 到现在其实警方 我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跟进 调查工作也没有再联络我 其实律政司是应该去告郭伟强的 不是应该我们民间自己去酬钱去做主控 我想公众会去看到究竟我们的律政司 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陈志全说当日传媒清晰拍摄到事发的经过 有足够的证据 希望法庭可以还他一个公道 郭伟强表示 案件已经交了给律师处理 暂时不会回应 有线电视记者 涉政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